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我是想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机器小鱼 这个机器小鱼呢,是一个在水中它能自动游动的一个小鱼 然后上面写着Robo Fish Robo Fish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小鱼呢,是一个机械的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鱼的一个盒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小盒子呢,是适合于三岁以上的小孩 三岁以上的小朋友玩的 然后呢,这个小鱼呢,在旁边又带有两个钮扣电池 我们呢,可以如果这个电池用完了呢 可以自己更换这些小的钮扣电池 或者是叫爸爸妈妈过来,然后用我们的螺丝 把它小鱼的壳子给它起开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电池放进去了 然后呢,这个小鱼的独特之处呢 就是在于它真的可以是放在水里面去玩 然后具体怎么玩呢 我们先把它拆开来给大家看再说 然后,我们先从这旁边拆一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我们这个电池呢 不要给它弄掉 弄掉的话呢,就不好再找到一个替换的电池 然后从底部给它拆开来 然后从外面可以看到呢 这个小鱼呢,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一只小丑鱼 就像那个Nemo里面的脸 Nemo Nemo也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丑鱼 我们这个呢,没准也是一只小Nemo 然后呢,我们差不多就已经给它拆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看,它的尾巴是在动的 也就是说呢,这个小鱼的内部里面就已经装上了一个电池 然后当我们手一摇晃它的时候 这个小鱼就会抖动它的尾巴 看 是不是很可爱 然后在包装里面呢 可能还有一个说明书 是告诉我们一些注意的事项 如果小朋友们看不是特别明白呢 可以寻求爸爸妈妈的帮忙 然后我们看看这说明书 看看它上面有没有说它里面是怎么换电池的 这也是一些说明 大概有各种国家的不同的文字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小鱼呢,是直接可以丢到水缸里的 然后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支架 我们可以把它放这里 然后这个是两个额外的替换电池 我们当我们给它电池用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换上我们的替换电池 然后这个呢,我们是真的是可以把它放到水里 然后整个小鱼呢,都是一种防水的一种设置 所以呢,我想现在是把我们的小鱼放到我们的水里面试一下 嗯,我没有那种特别好看的鱼缸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拿了一个那种塑料的大盆 然后试一下 然后现在呢,我们把它放到水里 啊,看是不是我把手直接放到它的旗上 它就自己会在水里面在这里抖动 感觉它真的是像真正的小鱼一样在那里游动 然后从它的游动的幅度来说 它就一抖一抖的,特别就像真的小丑鱼 你看,你们大家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真的,这个玩具做的是现在越来越和真实的事物很像了 不得不感慨,现在的玩具呢,跟我们小的时候玩的玩具呢 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这抖动的是非常生动 就像一条真的小鱼在那里游一样 我们可以在水中呢,让这个小鱼按照自己的想要游动的方向呢,去游 你也可以呢,就是让它在上下的潜水 然后把它放到水的底部 如果放到水的底部呢,有可能这个水的水压和水上面的水压不一样 然后它的小鱼摆动的,尾巴摆动的幅度呢 也就会相对来说的也会不一样,产生不同的区别 大家可以在这里也自己再试一试 在家的时候呢,也可以玩一下 这也是非常有意思,有趣的一个游戏 小朋友们呢,也可以买,相互直接买很多条这样的彩色的一个小丑鱼 然后大家放在一起比赛,看谁这小丑鱼游的最远,游的最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机械小丑鱼 一条会在水中自己游动的小丑鱼 有的时候呢,当它的电池用完了之后呢 也是需要我们借助于爸爸妈妈的帮助 然后给这个小丑鱼呢,重新装上生命 重新换上一个新的电池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如果你有更多更好的意见与建议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留言给我们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也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拜拜啦